市民代表邮振林关心围楼拆除后的周边设施安全 他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加以重视 而另外邮振林也建议施工所在增设室内的亲子乐园 让家长还有小朋友们就不用怕风吹日晒雨淋 都可以有舒适安全的油气空间 大地震过后花莲市有许多大楼需要拆除 市民代表邮振林指出 大楼拆除后周边的排水设施是紧急施作完成 他担心是否会有安全上的疑虑 这次针对零四零三地震过后 那一些大楼倒塌过后 周边的公有设施也遭到破损 那在这边也建议施工所 那针对这个例如像天王星啊 富凯饭店周边的这个公有排水系统 希望说可以早日让这个排水系统 日晒雨淋都可以前往右去 花莲市猫头鹰公园 目前就是因为它是花莲最有人气的公园 那现在也知道说有很多 在这个公园里面有很多拥挤的状况 那这边也建议施工所可以 另寻这个室内的场所 来规划一个主题性的亲子乐园 那也来分担这个猫头鹰公园里面的人潮 由正林提出多项市政建议 希望施工所可以加以重视 这里会欢迎施报道